今天準備拍攝Space演唱會的Making of 拍Making of我會帶甚麼器材呢 有Sony FS5 拍攝影片都是穩定性、操控、電量 一塊電我基本上可以由頭踩到尾 第二塊只用來試碑 鏡頭有728gm Sony 18-110 還有Sigma 18-35 主要是看它有1.8光圈 用來救命 還有這隻 之前我都說過 結貨指數不低的機頂燈 也是用來做訪問時用來播光 然後還有這部Sony A73 主要是用來上一支 Roni S 說起Roni S 之前有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整天裝拆之後 都要再調整一次平衡 因為這塊Pay沒有一個Mak 位置給你 除非你真的有數字 但是這個做法很愚蠢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了一個比較愚蠢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籠 然後將這部機器 就可以這樣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那就已經完成了 當你不用的時候 就是這樣 把它拆出來 那就不用每次都要調整平衡 Steven Rose 剛才是重新完成 之前也經常說 這支這樣的視頻鏡頭 因為多了光圈環 我們做事就方便很多 其實可以看到演唱會這樣的環境 光暗會變得很快 所以我們這些無短式光圈 其實是要不斷動來動去 動來動去去調節光暗 就不像拍照一樣 因為影片在Shutter Speed 和ISO 都不可以轉變的情況下去拍攝 所以我們只能夠用光圈去調節光暗 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這些影片鏡頭 鏡頭拍攝後不會減光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是用相機鏡 加上普通相機去拍攝 其實實際上 如果你做一些鏡頭 是要很連貫的 鏡頭拍攝後 它減光了 那可以怎樣呢 難道推ISO 減一塊門嗎 沒有可能的 所以真的不可以的 是要靠視頻鏡頭才可以拍攝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這些鏡頭一減光後 它不會消失 即是焦點不會離開 普通相機鏡 大部分相機鏡都是 一減光後就會消失 總之就是剛才說的 如果你要做一些很連貫的減光 一減光後會消失 我都不知道怎樣做到那件事 和聲道不攝解 淪茶清水到今天 嘗嘗若 dots 錄茶清水到今日 炎煙車上路萬在飯雀雨昏 好帥 很多人之前都有問我為何會選擇 Sony 這個系統 主要是其實我很好看鏡頭 因為以這個標準的 zoom 再加是 video 的鏡頭來講 Canon 是有的 有支 18-80 但說的是 4 萬多元 富士亦有出過 1 套 18-55 加到 50-135 兩支鏡頭 加起來也有 6 萬元 在 Sony 這個系統來說 這支 18-110 除了它本身有防震之外 光圈不算是特別出色 但是整個 range 加上它的價錢 只不過是 2 萬多元 已經算是這麼多系統之中最便宜 所以選擇這個系統 不只計算相機的顏色是否漂亮 出不出到 ProRes 如果相機的操控和鏡頭選擇 都配合不到你的工作 根本就不用考慮了 你現在給了 Blackmagic 這樣 6K 拍攝 現在要進入 7 部 FS5 5-18-110 這樣的鏡頭 相比起其他系統 始終這個組合 算是最合乎我們的預算和操作 所以才會選 Sony 其實我真的喜歡 Canon 的顏色 我真的被迫逼選擇 沒辦法 好 好棒啊